大家好,我是3A班的陈慧侠,我是3A班的刘依依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宝玉历史建筑 鲁班先师庙又称鲁班庙 鲁班先师庙建于清朝光绪十年,也就是1884年 它属于两镜式飞和院建筑物 庙宇设置多度,精巧护墙及大量雕刻树像 浮雕及壁画,屋顶由木建造,并以瓦片铺盖 古庙叶全成多次一手 1921年时,由广乐坛庙宇广理 庙宇供奉百将之师鲁班先师 到来参拜的信徒主要从事建筑行业 他们祈求鲁班赐福,保佑工作平安顺利 每年农历6月13日是鲁班先师诞 是该庙香火最鼎盛的日子 虽然鲁班先师庙不宽阔雄伟 但袁工匠精巧的手艺足够展示对庙宇的用心 石湾桃塑人物表情丰富,姿态各异 壁画树木数不胜数 民宿工艺鲜艳独木,风格传统朴实 可谓是香港民间庙宇做出的最佳示范 古建筑是历史文化的载体 是这座城市的文化积淀 一旦损毁,他们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都不复存在 所以我们应该保护历史建筑 谢谢大家的聆听